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第八二八你需要自己的班底。我一个人。对付不了叶浩轩。我需要援助。星宇直接了当地说。我知道。我以前是低估了他的能力。杨瑞明抽出一根雪茄。点了起来。 星宇眉头一皱。他的手一扬。杨瑞明只觉得手中一清。他手中的雪茄就莫名其妙地只剩下半截了。两人的距离至少有五米远。杨瑞明不知道他是怎么垢着自己的烟的。 杨瑞明知道这个女人有些怪异。所以,他就善善地把自己手中半截雪茄丢入了垃圾桶。他倒了一杯红酒道,你需要什么样的援助。 至少能与我水平持平的。叶浩轩的实力远远地出乎你的想象。而且在他手底下,还有一群无孔不入的人,随时可以要了你的命。我真的好奇你以前找他麻烦。 竟然没有被他啃得渣都不剩。 杨瑞明淡淡地说。 杨瑞明的脸色铁青。 杨瑞这样说。 就是在鄙视自己的实力,跟叶浩轩不在一个档次上。 这让一向自傲的他有些接受不了。 一个真正的聪明人。 不是要处处炫耀自己的才能。 而是默不作声地,组建自己的班底。 叶浩轩就是这样的人。 你应该清楚他手底下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杨瑞明说完,站了起来。 杨瑞明微微一争。 杨瑞的话,毫无疑问,点醒了他。 是啊。 他需要自己的班底。 他的起步,比叶浩轩早。 因为败落的杨家,是他的底气。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杨家虽然不如以前。 但还是京城屈指可数的世家。 他认为自己远远地把齐鸣的薛红云和唐义抛在了身后。 他日子过得安逸。 也正是因为过得太安逸了。 他才一直在原地踏步。 所以, 叶浩轩现在的底气比他足。 比他远。 和叶浩轩斗。 他凭什么? 谢谢你。 你的话点醒了我。 杨瑞明放下了手里的酒杯诚恳地说。 我可以帮你。 也可以做你的班底之一。 因为你有超乎我想象的人脉。 而我。 有超乎你想象的力量。 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 欣语淡淡地说。 杨瑞明点点头。 直到今天。 他才牙是真正的正是自己和叶浩轩之间的争斗。 有消息可以随时联系我。 欣语站了起来。 你应该再换一部新手机。 看这被欣语摔得七零八落的手机。 杨瑞明苦笑道。 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女人有些古怪。 她所在的地方还一直保持着原始状态的生活。 所以,她不习惯现代化的生活。 那东西不好用。 欣语看了一眼,被摔碎了屏幕的果溜。 她皱眉道。 用这个吧。 她说,这右手一挥。 一个长得像残涌一般的黑色虫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杨瑞明跟前的茶几上。 杨瑞明被吓了一跳。 她有些心惊胆战地看着那只让她恶心的虫子。 她有些无语。 这东西也能用来当作通讯工具。 找我的时候对着她说,就可以了。 你说的话,我都可以听得到。 心语说完,转身离去。 杨瑞明看着那只恶心的虫子。 然后找出一只玻璃杯子, 把那只蠕洞的骨,装了进去。 然后拔通了薛红云的电话。 三花柜录酒大火。 自从安宇竹拍的广告播出以后, 少青莹拔了进十亿猛砸了进去。 这个带这一首小歌曲在央视黄金时段猛播。 安宇竹所拍的小清新广告, 以及她为这种酒谱写的那首, 曲子也火爆网络。 而且普通大众版的三花柜录酒, 几乎是在第一时间成为众人热捧的对象。 消费者不是傻子。 酒的好坏不是你广告打的有多响, 而是酒的好坏。 这种酒不上头。 而且味道一绝。 即使是喝醉, 第二天醉来以后也是神清气爽。 而且连带这一些失眠的小毛病都治好了。 三花柜录酒跟以前吹嘘的养生酒不同。 它是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养生酒。 所以第一轮广告播出以后, 那些消费者都极力地向自己的亲朋友好友推荐这种酒。 所以在短短半个月内, 三花柜录酒火爆滑下。 虽然价格方面比较贵, 但是走轻串有。 带上这种酒是备有面子的。 而且执行客人。 用这种酒也是极有面子的。 还好邵清盈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 早就收购了数十家大大小小的酿酒厂。 分布在全国的各地。 这种酒大火之后, 订单几乎是供不应求。 几十家九十马力全开。 日夜赶酿。 之前对邵清盈收购酒厂有意义的人。 现在都乖乖地闭上了嘴。 商业天才就是商业天才。 他随便的一个决定。 就能让邵氏集团赚得盆满钵满的。 所以在公司高层会议上, 邵清盈的每一个议案都是毫无意义地通过了。 即使是有些人有意义, 但是真的想跟邵清盈硬碰硬。 那也是自找不痛快。 盈盈。 我想接手养生酒的相关事宜。 于天成走到邵清盈的办公室, 直接了当地说。 这个项目我会自己跟进。 邵清盈边说,边忙着自己的事情。 看都没有看于天成一眼。 那。 食权益气汤的事情。 我想去做。 于天成犹豫了一下道。 邵清盈终于抬起了头。 他看着于天成。 一字一板地说, 这个项目也由我跟进。 而且, 还有果汁饮料新配方的事情。 也由我亲自负责。 那。 你总得给我找点事情做吧。 我名义上, 是高层经理。 但是我手底下没有一个项目。 于天成有些郁闷地说。 你可以自己去拉一些项目。 如果我看可以。 无条件地支持你。 邵清盈道。 于天成碰了一鼻子的灰。 然后有些郁闷地退了下去。 看他走出去。 邵清盈的眉头皱了皱。 虽然于天成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但是这个人不想走弯路。 什么事情都想拿现成的。 他一上来, 就要这最近最火。 最易出成绩的两个项目来做。 但这样根本证明不了什么。 办公室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邵清盈放下了手中的文件道进来吧。 文悦走了进来。 他手里捧着一杯咖啡。 作为邵清盈的秘书。 他明白, 邵清盈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 邵清盈喝了一口咖啡。 他心中一动。 这咖啡的味道有些不对。 显然是多放了糖。 邵清盈的口味文悦是知道的。 他明白邵清盈的咖啡每杯里面要放多少糖。 他也从来没有出错过。 但这一次的咖啡。 稍微的有点甜。 邵清盈感觉有些诧异。 他不动声色地放下咖啡道, 文悦, 今天有什么行程。 邵总在一个小时以后 要去看新果汁的配方。 顺道和叶医生谈好这款果汁的分成问题。 然后就没有什么事情了。 文悦答道。 邵清盈点点头。 她示意文悦, 可以退下去了。 小姐。 文悦叫道。 有事。 邵清盈抬起头道。 你好像很久没有去过孤儿院了吧。 文悦笑道。 是很久没有去了。 帮我安排一下吧。 今天先去孤儿院看看。 然后再去果汁场。 邵清盈道。 我已经安排好了。 随时都可以过去。 文悦道。 安排好了。 邵清盈有些诧异地向文悦看了一眼。 她明显地从文悦的神情中, 看出了一丝不自然。 文悦跟随邵清盈多年。 邵清盈的举止, 她都非常熟悉。 同样, 邵清盈也对她非常熟悉。 今天的事情处处透, 这不寻常。 邵清盈整理了一下, 手中的文件道, 今天我想休息一下。 把这文件送到于经理那里, 让她处理吧。 然后我们先去孤儿院看看。 好的,邵总。 文悦点点头。 然后接过文件。 她的声音如常。 但是邵清盈却感觉她有种, 如是负重的感觉。 文悦走出去以后, 邵清盈陷入了深思之中。 片刻后, 她微微一沉吟, 然后拿起办公桌上的座机道, 石倩, 你过来一下。 片刻之后, 石倩敲门而入。 她问道, 邵总, 有什么吩咐吗? 没事, 我要去孤儿院一趟。 等我二个小时以后报平安的时候。 如果我有暗示, 你打开看看。 邵清盈边说边写下一个纸条。 邵清盈每次出行, 都有保镖随行。 出于对她安全的考虑。 保镖规定她每两个小时, 都要向公司报一次平安。 也就是打一次电话。 以确保她, 万无一失。 好的, 邵总。 石倩微微有些诧异。 她不知道邵清盈写这个纸条的目的是什么。 但邵清盈这样写, 一定有她的目的。 在一间咖啡厅中, 薛听宇和一名衣冠楚楚。 相貌气与轩昂的男人面对面坐着。 她错了一口咖啡。 淡淡了扫了坐在自己对面那个表现得, 很自信的男人。 根本不难看出。 这是在相亲。 薛家早已经把对面那男人的资料告诉了薛听宇。 这个男人牛津大学毕业。 专修人类学。 精通八国语言。 毫无疑问的是一名精英人士。 由于薛家老太爷对薛听宇相当厚爱。 加上她自身又是一名不可多得的才女。 所以, 她和大多数世家女人不一样。 她可以选择自己所爱。 她可以不作为两个家族之间相互联姻的工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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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